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实践品质不符规定 这一次总共抽验了55件的产品 包括了肉品有10件 水产品5件 高风险的蔬菜有15件 火锅药的加工制品15件 豆制品5件 以及花生粉酱5件 那我们这一次检验的项目呢 包含了动物用药跟动物成分 那重金属 农药的残留量 食品的添加物 以及真菌毒素等本相关的项目 那这一次的检验结果呢 有5件的蔬菜 包括了青江菜有3件 葱2件 以上5件的蔬菜呢 是检出农药残留不符规定 违反了食安法 第15条第1项第5条的规定 那另外在2件花生粉 有验出了黄菊毒素 不符相关的限量标准 也违反了食安法第17条的规定 卫生局已经命运我们的抽验地点 立即的下架不能贩售 并且追查我们上面的来源的 都是外现实的产品 所以我们已经移请所强的 县市卫生局后续的办理 那另外有3件豆腐类的产品 有检出了防腐剂本甲酸 也违反了食安法第18条的规定 卫生局表示 本甲酸为可合法使用之防腐剂 为不得使用于豆腐类产品 本甲酸偏向水溶性 进入人体后 可从尿中排出 若过量食入会引起腹泻胃痛 心跳快等症状 适量喝水可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其中豆腐的两件有 因为无法提供来源的停证 所以我们三件的豆腐产品 都依实安法第47条第9第11款的规定 处新台币3万元的罚缓 那另外 本甲酸部分是合法可以使用的防腐剂 但是不能够使用在豆腐类产品 另外本甲酸也偏向水溶性 所以我们进入人体之后 可以从尿液来排出 我们可以藉由适量的喝水 然后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外申局呼吁食品业者 应保留完整产品交易凭证 如产品外观 包装上来源资料等 以利后续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 达到源头管理 共同为民众食安把关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网络购物虽然快速方便 但是要小心买到有问题的商品哦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7件电商平台贩售的迅菇类 以及食用盐食品发现有两件迅菇类 以及有一件食用盐有问题 网络上买东西虽然方便 但小心买到有问题的食品 吃下肚恐伤生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7件电商平台贩售的迅菇类 及食用盐食品 发现有两件迅菇类 减出重金属隔超标 另有一件食用盐 减出重金属签及升超标 针对不合格产品 卫生局以令业者下架进行复抽 若限期改正仍不合格 可依食安法处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那所有的27件的一个检体 我们都针对重金属污染的部分 来进行检验 那检验方法是依据食药署 所公布的这个 乌汛类重金属检验方法 以及食盐的检验方法 那乌汛类的检验 我们主要是检验重金属 千根葛 那食盐 我们主要是检验 千葛拱生酮 那用这个感应藕合电浆支谱仪进行检验 那检验的结果呢 在迅菇类的部分 有一件叫做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这一件 我们验出葛是8个PPM 那法规是2个PPM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新鲜秋季黑松露 那这件我们验出的葛的含量是4个PPM 那法规也是2个PPM 那所以这两件是迅菇类的不合格的部分 那另外在食用盐内的 主要有一件叫做玛雅式粉红盐 那这一件产品我们验出了 千是3.21PPM 那法规是2个PPM 那森的部分是1.03PPM 那法规是0.2PPM 那总计呢 有五件的不合格产品 那在这边它的一个不合格比例是18.5 抽验27件产品中经包装标示与进出口查验后 发现一件野生穿耳标示不符规定 即一件野生黑松露 未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 并申报其产品相关资讯 那首先我们有发现一件叫做 品名为野生穿耳纯素的 那这一件的产地标示是不实的 那它的一个产地标示是标中国 可是经过查验 它的一个进口国是泰国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野生黑松露 那这一件呢 我们没有找到它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 及申报及产品的一个相关资讯 那这两件就是在第一次发现的一个不合格 那相关的一些 一些不合格的产品资讯 我们都有在不合格名册这边 都可以有呈现出来 那这些不合格的产品 都涉嫌违反 就是食安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命令这个平台下架 不能再贩售 那若经后续呢 我们会移送到这个相关的 像是外线市去 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将依据食安法来进行惩处 卫生局表示 违规产品设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 若经查属实 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条例进行查办 呼吁消费者在网路选购食品时 因先慎选有信誉的平台与卖家 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信义区公所进驻广池园区以来 首次办理自卫消防编组演练活动 透过共同演练经验交流 以及资源共享等方式 培养出绝佳危机管理和防灾应变能力 烟雾弥漫整个大楼 民众跟着疏散引导人员赶紧离开现场 不过别担心 这是新区公所的防灾应变演练活动 模拟灾害请进 各大位组成自卫消防编组 认真参与每个模拟环节 行政大楼来讲 我们12区都要成立所谓自卫消防编组 那其实我们就搬到这边来讲 在之前我们在旧大楼 在新入五段的时候 就已经成立了 那就是说因为因应在新大楼的一个 新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适应在新的一些措施 新的环境 作为我们的后续一些处理等等 譬如我们的消防 消防的一些门 还有我们会 譬如烟雾比较多的时候来讲 我们也有一些排烟的一些设备等等 这些话都是算是我们12区里面 最新的一个设备 我们新一区行政大楼的话 是从去年的12月5号搬迁 到我们的新大楼里面 那这栋大楼的话 算是一座很新的一个智慧大楼 那其中的话有关于消防一些设备等等 来讲的话都采用最新 最先进的一些设备 那我们发现到新行政大楼以后来讲话 这是第一次的所谓进行 所谓的智慧消防编组 最主要目的的话当然不外乎 让我们了解到所谓的真正 假如遇到了所谓 不论是天然灾害 比如地震 或者是一些意外的状况 火灾的时候 同能该如何进行一些 如何一些疏散 或者在整个的演练过程之中 有可能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就是冒烟 或者是所谓的能源不小心受伤等等 经过了不论是我们的疏导班 安全防复班 及灭火班等等的一些 大家通力的配合 把我们的伤亡降低到最低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演练的 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顺便教育同能 这种大楼化来讲的话 叫如何进行一些疏散等等一些工作 本大楼13楼ICT军防防处火警 请各组 各组成员一任务边组分工 进行紧急议变 包泽湾通过班已准备完毕 本班人员将尽数掌握最新灾行 同时透过大楼防灾群组 联系其他合属办公的防灾人员 请其他整类相关的第一物力 进行在汉衣变 并协助苏山各楼层下工民众 现在动作了 它就是手动帽影机 它是及时发暴的 就是我们探射器没有证证 有发现了火灾的话 所以就按这个手动报警机 去做发报 从之后才不如输大 演练邀请消防局讲师 宣导地震火灾发生时的应变处置及伤后 演练项目以灾害现场避难措施 及人员整备灾情掌握 资源联系与通报 自为编住人员初期减灾作为 大楼安全维护及环境询检 疏散引导及伤患救护 灾后应变复原等等 让我们这栋行政大楼的 各位合图办公大楼的一些同能力 了解到我们这个新大楼 有哪些的一些消防设备 还有我们应该的逃生的一些方向等等 让各位清楚了解 日后极有可能再发生所谓地震 或者是所谓的火灾的情形 让各位了解到整个 如何进行一些应变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来讲 非常感谢我们的行政大楼 无论是我们的分队 分队也不要有没有来 还有我们的警察局的一个同能 还有我们卫生 健康中心等等的一些单位 非常感谢各位的 这次也演练配合 然后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每年还是会进行 所谓的自为消防编组织演练 让大家更熟悉的这些活动 如何进行先右边投资 新医区公所去年底正式进驻 广此博爱园区 首次办理防灾演练 动员各属办公机关人员 一同参与演练 攀店现有的消防设施 及防灾人员编制 达到熟悉减灾救灾目的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2023士林官邻局展热闹登场 今年以局役生活为主题 将菊花的园艺部展和艺术结合 总共有20万盆菊花 呈现在13个特色展区内 今年菊展更和日本 利坚菊花节交流部展 展期到12月10号为止 摇曳深姿的花海 浪漫多彩的花墙 还有令人惊叹的大力菊 2023士林官邻局展热闹登场 总共有20万盆菊花 布置成13个展区 以艺术融入园艺的手法 将各展区变成艺术画作 让民众置身绝美花海布景 感受花的美好 我是从新加坡来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 你们这边的菊花展 好漂亮好漂亮 这我是第一次来观赏 这些很美丽的花 这边很免费 还只要那个花 很美 最美的是有一个芯 不素芯的那边 拍照很漂亮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叫 菊艺生活 是希望将菊花栽培的艺术 然后融入设计 然后融入我们的民众的生活里面 然后我们今年的特别之处 是有邀请到我们的 竹编艺术家 撒布老师 还有林静格老师 然后一起在我们的展区内 然后布置很多像是我们的水流专制艺术 以及会看到一些瓢虫啊 昆虫啊 就是我们民众生活上都看得到的一些小设计 昆虫设计 然后融入我们的展区中 今年的大力菊 一样就是有13株可以在我们展区内可以发现 然后今年我们还有特别将大力菊 做成精致塔型的 然后以及我们今年的菊花 还有特别引进就是像荷兰的国外的新品种 以及还有今年特别与台湾 有推出台湾自己种的培育的台中改良场的 那个菊花种类 是叫台中一号 入口处以植生墙及绿雕呼应主题菊艺生活 带领民众走入菊花博览会 展区中还有以漂流墓及竹子 打造的新地景水流装置艺术 将自然媒材与花艺交织出动人美景 这次作品名称叫水流 那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作品 让游客来这里可以享受这个空间 那也藉由这样的作品来认识水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水汁岩这一块 那藉由这样的环境 能够更贴近人跟自然环境的一件作品 竹子它就本身就是一条一条的 我觉得它可以去呈现这种水流的异象 然后漂流墓它其实就是从溪里面 然后漂到海岸 那我觉得这种素材 我觉得它是回收 然后又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 今年举展更与日本立坚菊花节交流布展 在园区内布置台日友好立坚菊花节展区 赴科象征性的鸟居 狐狸面具 颗伞等装置 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 也与远道而来的日本磁城县立坚市山口申宿市长 共同签署台北市与立坚市交流协定 为两世未来的交流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集展 当然今天开幕 最主要的主题 我们有意识 有自然 有文化 总共有13个特展区 今天我们立坚市也来参理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他们去年办了集展 他们的集展已经办了百年 我说这可以趁这一次的机会 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互相来学习 我刚才跟市长报告 因为立坚市的春天 开满了整个杜坚花 我也告诉他 台北市的四花就是杜坚花 所以今天也借用这一个集展 我们要跟立坚市来签MOU 希望我们两世往后 不管对于文化 包括观光 物产 尤其集展 发展 所有的教育都可以做交流 先说李福祉长 欢迎台北压轴花展 2023士林官邸局展 从即日起展出至12月10号 展期总共17天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 感受局展的独特魅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中家宽屏洗手数位 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和白丝带关怀协会 举办2023元宇宙 迷因梗图创作比赛 十位优胜者透过趣味梗图 推广媒体试读 趣味的迷因梗图 博取眼球目光 中家宽屏洗手数位 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与白丝带关怀协会 举办2023元宇宙 迷因梗图媒体试读 创作比赛 十位优胜者发挥创意 透过趣味梗图 推广媒体试读 这个记者会我们有发表 2023年的台湾青少儿的 美感素养与上网趋势 同时我们也举行了 我们第二届跟中家合作的 这个元宇宙迷因梗图的媒体试读的 增见比赛 那我们发现这次第二届 其实作品有蛮多都是用 深层式人工智慧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特别要请这些投稿者 能够出示她的这个原创 或者是使用这个AIGC的一些流程的证明 另外黄威威发布台湾青少儿美感素养 与上网趋势调查报告 发现青少儿最常使用的入口网站 除了Google外 短影音社群平台已经占据大宗 但来源不明的短影音内容品质也不一 可能会影响儿少对自我文化的认知 与识别真假讯息的能力 过去可能是搜寻引擎 或者是我们熟悉的一些境外的社群平台 这一次完全是整个跳起来的是 短影音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短影音平台就是包含Instagram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抖音 那我们看到年轻学生喜欢看的这些娱乐资讯 然后也上的平台比较现代趋势 短影音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那你平常使用电脑上网的行业 他说自己上网 然后那什么时候你会不使用 是因为家长会觉得担心影响你的健康 或者是担心你的课业吗 结果其实有将近六成的学生说 是他自己不想要用 那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虽然的确 这三年依赖网路 但是他们也在学习做自我管理 只是我们看到他使用的平台 在科技上面都是境外平台 然后他接触到的讯息就是短影音 那然后我们再看美感素养的这个调查 是我们发现年轻人他们在对于台湾自己的本土文化艺术的资讯的搜寻能力跟理解 其实是相当低落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关心境外平台是跨国的 那属于文创的这一块 或者是影音的部分 他也看的是不同地方的 却没有看到台湾自己自己自制的一些比较有深度有质感 甚至能够反映我们自己一些文化产业心血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次除了颁奖礼礼之外 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数位发展部 还有包含文化部跟教育部 在不只是推动一个所谓融合的这个素养美感的媒体试图教育 其实在奖励国内真的是自己在投入到文创产业 影音产业的这一块要继续的努力 没有经过系统性整理或者是消化 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处理的这个讯息 那就是这个所谓的杂讯或者是假讯息 所以这些年轻学者在网络世界上遇到是很多的假讯息 没有害自己的判断能力不够 所以这个是行政部门就是怎么样 让引导学生从小学开始 能够正确使用网络 能够有网络资讯判断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些优质的这些 关于今天主题美感素养的相关的这个网站 或者相关的这些 让学生可以很容易取得正确的这个美感的教育资讯 尤其你像问这些同学 你认识几位台湾本土做本土画家 认识几位台湾本土的这个雕塑家 可能 这城乡差距也有 城乡差距也有 可能在都会区 可能同这些都会区的学生可能会相对比较多的管道去的 那行政部门包括文化部包括教育部 都有必要在课纲里面 在政策方面不管是你提供文化礼经也好 或者是文化体验券也好 让学生除了在媒体 在那个网络的资讯里面得到的一些讯息之外 你还有实体的这些展演 你可以去参与 同学们年轻人刚刚毕业 我们的孩子 你的朋友 你的学生 刚毕业还生嫩的时候 到电视台来 我有 我就是一个大量的练习场 我让大家来练习 当你到发光发热的时候 我有大量的时段让你来表现 也许你累了 我公司要hold着你 为什么 因为我的老板是要做雇主相对提拨 雇主相对提拨 意思就是我要负责你到退休为止 请问Google 脸书 Tip Top有吗 他的业主 从我们台湾拿400多亿 拿上百亿的收入 请问他有承担这个人力的 这样的成本 有承担一个生态系吗 然后那 再更何况 还充满了盗版 Google search上面充满 YouTube上面充满了盗版的内容 盗版甚至于现在还针对机上河 盗版的网站都还没有处理好 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最后提出善用AIGC的媒体识读 与产观学共勉之 A字母牌 请翻牌 也就是赏识思维 智慧财产 intelligence property 数位品位 Good test 创意创新 Creative innovation 中亚宽评致力推广媒体试读 除了前进社区 教民众如何分辨假讯息 也参与举办民音梗图创作比赛活动 希望透过多元方式 唤醒社会大众 关注媒体试读议题 这些讯息 AIGC 创意创新 AIGC 创意创新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 服刑 给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 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 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 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太可爱了 台北捷运和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周年 结合布丁狗美乐地等等 在捷运南京复兴商品馆 跟大家相见 陪伴粉丝搭车逛街 国际盟教主Hello Kitty 出现在捷运南京复兴站 台北捷运公司与日本卡通公司合作 欢庆Hello Kitty50岁生日 同时推出限定联名商品 也举办见面会 让粉丝可以一同合影 因为喜欢Kiki啊 喜欢很久了 家里一堆Kiki 因为我们想要跟Kiki合拍 然后我们大概12点多到吧 锁定娃娃 对娃娃大小的娃娃 还有悠悠卡 是家里可以用的 然后或者说摆件 就是很多种类啦 我们除了在捷运本业 我们提供更安全 更可靠的捷运系统之外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旅客 更丰富 以及更活泼的一个 搭乘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今年 刚好Hello Kitty 这个今天刚好它生日 我们也是它50周年的一个 这个日子 所以我们也跟它来做一个合作 那这个要谈到就是10年前 当它40周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跟它合作 那在我们猫空缆车那边 我们发行了很多联名的商品 很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 那这一次50周年 我们跟它合作 我们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品 那3DO这边 它也特别为了这一次联名 限定 有很多单独的一个图案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合作厂商 也开发了66种的一个商品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陆续推出 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喜欢 我们捷运商品主要是以 捷运的一个严肃 或是捷运的一个意向 跟我们的一个伙伴 一同共同来开发 那比较受欢迎的 包括像我们的轨道列车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具等等 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厂商这边 他们的提案 那提案只要经过我们审核以后 这个就可以在市面上来贩售 联名系列商品包含悠游卡 文件夹 绒猫娃娃及吊饰等 另外也在捷运站设置 梦幻打卡墙公民种拍照 不仅有Hello Kitty 布丁狗 美乐蒂 哭泣 和当黄哥 都在闸门区地板及旅客询问处 等着大家 我们从民国85年3月28开始营运 我们第一年每天只有4万人 我们现在一天可以在大概 最多礼拜五可以在到236万人 所以各位可以想见 这一下子从4万变到236万 人流就是金流 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旅客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Hello Kitty的好朋友们 已经还在那边 要等着待会儿要一起参与活动 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在这里 这个地方正好是南京复兴站 是的 而且正好在我们的付费区 非付费区的中间 这里我们后面有一排的商店 Metro Corner 都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台北捷运安全可靠 舒适便捷的一个服务呢 来给大家做最好的大众因素服务以外呢 今年我们特地 除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项60多种的联名商品以外 当然今天是先拿出20几种 我们后续还会陆续的推出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三立欧给我们支持做了一列在淡水线的一个彩绘列车 也跟大家报告这个我们六大主题的明星 对不对 除了Hello Kitty 是 美乐蒂 是 还有大二狗喜拿 没错 对不对 是的 库祭儿 库祭儿 对不对 还有蛋黄哥 蛋黄哥跟布丁狗 还有一个布丁狗在这边 超可爱的 一共六个 这六个 六大明星呢 会跟大家一起同乐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过 为什么Kitty它的左耳上有带着一个蝴蝶结呢 这个如果是Hello Kitty的忠实粉丝 应该马上脑海就会冒出这个答案来 其实答案是啊 这个蝴蝶结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 也就是说 Kitty的蝴蝶结它是代表着人心跟人心的连结 那是串起全世界人跟人之间 人跟地区之间有爱的一个象征 那我们Sandy O集团在2021年 有新设一个企业的愿景 叫做One Word Connecting Smiles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藉由创造每一个人的笑容 并且透过把这些人的笑容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快乐的环 那从而达到说 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和睦相处 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 而我们家Kitty的这一个蝴蝶结 正是这样的一个愿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含义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回归到现场 台北捷运呢 当然它也不仅仅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台北捷运 它同样是连结人与人 人与城市 人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每天我们会看到无数的通行族 来自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那他们搭乘了台北捷运 往来每一个繁荣的城市 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城镇里 那或者是搭乘台北捷运 回到他们温暖的家 交织出无数的这个温馨而感人的一些故事 那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说 今天可以由Kiddy 带着美乐蒂 大耳狗 酷气儿 蛋黄哥 还有一位 嗯 大耳狗型啊 布丁狗 这六位三地欧明星家族 那一起将让他们可以成为 这个人心的结合 以及有爱安心的一个象征 一起跟着台北捷运 带着更多的呃 乘客们 更欢乐的一个搭乘体验 除了联名商品和捷运站的彩绘装置 也打造梦幻的捷运彩绘列车 在淡水新一线起航 欢迎民众透过捷运APP 掌握列车动态资讯 与可爱卡通明星同游台北 记者问运台北报道 阳光基金会每年陪伴将近400个烧伤严损儿家庭 走过艰辛的附件历程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以及家庭自信成长 阳光基金会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知信作家谢哲青 跟阳光孩子们一起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家支持阳光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10岁的西西在10个月大时因为意外 全身30%面积烫伤 伤势片及脖子 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清创直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她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复健 直皮手术的清创 清创的手术跟直皮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清创的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后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我们她的手就是晚上都会 常常都做噩梦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点的 之前都会一直做噩梦 因为她是才10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很多副理师 治疗师 帮忙做复健 然后有心理师跟她聊聊天 她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跟 复健的那个服务经验都很丰富 姐姐跟我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医生 真的谁比较 真的谁比较 这个答案我好喜欢 小珍出生时小腿以上满是紫青色的胎记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记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进行雷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记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叫蒙古斑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那但是身体是有 身体有在消失 那脸的部分的话 因为越来越黑 你看他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大力 你可以记住过来 这个脸啊 其实做了一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比较淡一点 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 他有请问 从小就是很不快 他在小一的时候突然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是在学校的时候欺负还是什么 问他他还是都说没有 问我们后来想一想 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从小都被人家问说 他怎么了 他还是说 你懂吗 他打蕾式的过程是非常痛啊 你怎么面对的 你看他们讲 你看他们讲 我找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可是痛的时候 不会痛 只会痛的时候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一下下可以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 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 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 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知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镇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的 现场他更活泼 他画画的时候 他完全都不相信你这样 好的 然後希希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 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善良 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 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然讲是恶意 但是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是他们呢 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的闪现出来 相对之下呢 我们在他面前 显得有点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呢 跟他们的互动过程中 其实非常的开心 在阳光经营会 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跟社工 所以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全面的心理的安全网 我觉得这样 在他们最后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 让荣友人在旁边扶持他 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呢 我觉得这一次我知道的 就是 阳光把进入到校园 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 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 由社工心理师跟治疗师 所组成的专业团队 来协助他们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 这些稍长严损的孩子 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治疗 要做手术 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 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当孩子需要 进入校园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就学宣导 最主要是帮助校园的这个师生们 能够来认识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 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 受伤严损的孩子 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我们颁发奖出血经 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我们的奖出血经 希望透过奖出血经的颁发 以及在过程当中我们设立 设计了很多激励的这些活动 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陽光基金会每年服务 约400位烧伤严损儿 从前端生理附件 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 支持烧伤严损儿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 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松山社区大学跟台湾后到社会服务联合会 举办单楼下午茶的活动 由安康高中特教班学生担任服务员 为客人点餐送饮料点心 透过职场体验增进工作技能 也为心智障碍者社会大众搭起友善的桥梁 特教班学生来到桌边询问客人要喝什么饮料 接着到餐台前拿取饮料及甜点 再送到客人面前 由台湾后到社会服务联合会发起 每月一次的等录下午茶活动 这回由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 以及松山社区大学 号召百位社大学员与恩友堂教会 为心智障碍者加油打气 其实以来就是说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帮助这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在做公益的同时 让大家能够去接受他们 所以我们每次安排的活动并不一样 那今年比较特别 那其实呢 现场也是有很多表演的部分 因为其实他们在表演上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很期望就是说 能跟他们大家一起互动 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然后最重要的是 要增进他们的自信 还有他们的信心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说 他们其实是很 很多人给他很多温暖的 对 那像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陈氏小姐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还是会持续的继续支持 活动安排安康高中六位特教班学子 担任服务人员 希望透过实地练习 让孩子熟练校内所学的服务技能 增进与人群互动的自信心 我们今天有六位同学一起过来 那因为今天是假日嘛 那在假日 有时候家长的安排上面 会有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呢 就是去跟家长讨论之后 也请了三位老师过来 然后陪着学生 有六位学生能够参加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这个活动 在特殊教育 对于有关教育部的设定的课程 政策上面来讲 安康高中我们的特教班 是属于高中阶段的 所以他们在职业练习上面呢 是有包括校内的练习跟校外的练习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 特别让我们的孩子们 在职业练习上面 能够能够接触校外 一些职业的训练 那我们期待他们 未来在离开学校之后 他们能够有一份正直的工作 让他们也能够养活他自己 也能够照顾他的家庭 三位刚获选为陈氏小姐的嘉莉 也前来参加意义非凡的 等录下午茶活动 用行动力挺工艺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玉宇 那我非常的开心呢 今天我们跟陈氏小姐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我们这个HiQ等录下午茶的活动 那我本身呢 自己也很常办一些工艺 参与非常多的工艺活动 所以呢 希望各位民众们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 共襄盛举喔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许怡辰 很开心呢 今天能够来参加 这个等录下午茶的活动 因为平常就是很少 能参加到这样子的活动 因为 其实社会上会举办 这样子关怀 这样子朋友的 其实就是不多啦 所以 很开心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希望这个活动 能持续办下去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庄雨昕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大众 社会大众 能够关注到这些朋友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活动中还安排折翼乐团 带来精彩演出 以及特奥小英雄 点燃希望之火仪式 希望借由这充满意义的活动 为心智障碍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编列2300万元预算 委外办理在国门广场及海洋广场一带 设置大型油气设施 以及装置艺术和艺文表演活动 在基隆市议会引发议员们正反不同的意见 最后在市长谢国良率领支持的议员们 进行表决以17票对10票强势碾压通过这笔预算 这也是新一届第二十届市议会开议以来 进行的第一次表决 市长谢国良率领支持的国民党 五党籍以及亲民党议员联盟 进行表决以17票对10票强势碾压 反对这笔预算的民进党及五党籍议员联均 通过这笔2300万元预算 这也是新一届第二十届基隆市议会开议以来 进行的第一次表决 也展现市长谢国良护卫预算的强烈决心 赞成的现场议员17位 反对的10位 所以我们预算全数通过 由于基隆市政府官销处编列2300万元预算 委外办理在国门广场及海洋广场一带 设置大型油器设施及装置艺术和艺文表演活动 在基隆市议会引发议员们正反不同的意见热烈讨论 特别是议员们都非常关心 市长谢国良到底要在这里设置什么样的摩天轮呢 不过几乎所有的议员们发言过一轮之后 市长搭讯士表示 目前没有决定要设置摩天轮还是任何设施 都还需要再评估 包括很多港口城市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地标 其实在国门广场设置一个邮剧 搭配一些展览 还有一些艺文表演活动 应该是一个很可以考虑的一件事情 至于说邮剧是什么样子的邮剧 到底是说所谓的摩天轮 还是旋转木马 还是什么样子的邮剧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待 这个专业提出各项的一个评估 那我也很感谢议员给我们很多指导说 这个2300万是不够的 其实要做长期性的邮剧来说 的确是不够 这下子反对的市议员更不能接受 表示没有具体的内容和营运计划 要求删除全部预算 这个地方能够完整的建制 我觉得这2300万 它是长久的建设 反而会是我们地方民众 甚至是基隆市民 尤其是年轻的市民 甚至儿童的市民 更加殷庆期盼的一件事情 然而你这2300万 就在这三个月 四个月 烧完了 而且这烧完了之后 真的对于我们基隆的儿童来讲 留下了什么 我觉得完全看不出来啊 从你的这个说法里面 完全没有觉得 你要留下什么样的东西 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 我相信市长应该有接触也认识 但是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 就持续在要求去说 移动式邮局暗藏危机 所以他不管是针对法规面 针对安全面 针对市府的立场上面 都要多加评估 不然一旦业者租了 花钱来了 最后造成危险 之后谁要负担 后面市政府了不起就国赔 但重点是孩童受伤 之后这个风险 没有人可以评估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 这个2300万预算 到底要做什么 跟他有没有进行过 前期的任何评估跟规划 不然他设在哪边 他都是增加风险而已 他不一定真的 可以带动观光跟发展 但是支持的市议员认为 还是要让新任的 谢国梁市长试试看 市长也讲那么多的 只是说上任了 一个首长 他想做的 我们刚才 所有支持的部分党派 只要去市长做 看看 因为这是新增 我当初第一次发言的时候有讲 做得不好 我们会变 甚至要编议算的时候 附上执行成效 再来讨论之后 114年的议算 与其说我们现在纠结于说 到底是该什么样去做 倒不如说 我们回到最细分点 在都市发展里面的 首要的开发 它的原貌到底是什么 原貌永远 在一个关键点 就是人潮 如何有计划的 把人潮往里面走 如何在短时间之内 把我们的旅客 把我们的游客 把所有来基隆的人 甚至在基隆本地的人 愿意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清水空间里面 来好好活动 我认为是我们都市发展中 很重要一块 而我认为海景乐园这个计划 是符合这样的发展的 当然我们在地的这些 产业要去推动 但是我们城市基隆的品牌 是什么 我们要一个logo要出来 所以这海景这个咖啡厅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 我们才是 才这笔才发到 这个市市预算而已 所以拜托大家支持 谢谢 由于僵持不下 虽然主席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一度先提出 删除300万元预算的建议 看看支持和反对的议员们 能不能接受 不过这项提议 并没有获得双方议员们的支持 因此中场休息五分钟协商时 市长谢国良更是 直接走入议场内 挥手指示支持的议员们 不能被删除一块钱 要表决就表决 因此恢复开议后 议长童子伟宣布 直接举手表决 最后由市长谢国良率领支持的 国民党五党籍以及 亲民党议员联盟 以17票对10票强势碾 反对这笔预算的 民进党及五党籍议员联军 通过这笔2300万元预算 能赞成的现场议员17位 反对的10位 所以我们预算全数通过 但是我们有附带决议两点 就是市府要在3月临时会 提出我们营运计划 然后也请市府以相关规定设施 而设置 游乐设施以保障民众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如何进到市区引发关注 基隆市议员郑凯玲在咨询时建议 从八堵衔接麦金路长根商圈 再进到市区是最佳的方案 另外针对国家新城热利三街容易出现交通涌塞 郑凯玲也呼吁基隆市政府尽快披荐 第二条连外道路 市议员郑凯玲首先为基隆市远警叫区 因为他们的警情加急比临近双北少很多 呼吁曾担任基隆市长的内政部长林又昌 及曾做过基隆市警察局长的警政署长黄明昭 因出面解决 另外郑凯玲也关心基隆捷运推动进度 尤其第二阶段路线 郑凯玲建议可从八堵衔接麦进入长根商圈 再转往市区 走我们右侧是这边 南侧是这样的状况 北侧的话 麦进入北侧的状况就是 现有的长根第二停车场 以及我们旁边那个地方 长根停车场后面 以及我们自强隧道那个部分 那个后面整大片 都是大部分是国有地的医疗用地 如果这两边 这两块 能够好好的来使用 来规划的话 我相信捷运到我们长根 打造我们多功能的副都心 这样子的全面的区域考量 规划捷运站 以及我们基隆的第二转运站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针对国家新城的立山街塞车问题 郑凯林呼吁金融市政府 紧速规划 批建第二条领外道路 对此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做出回应 从国家新城到庄管理 然后就直接达到我们麦金路三项以后 就到附景天下的麦金路了 除了要上高速公路往基隆 这样子都非常的好 真的是一条很顺的道路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麦金路三项 是前市市府团队说的幽灵道路 不是路的路 让我们这条路能够正式化 那边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交通配套的规划 把国家新城壮观 还有您刚刚讲的麦金路的三项等等 还有甚至是不是有机会从上次 可以有一个引道到国道3号等等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一并纳入做考量 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一些科目上面的处理方式 希望能够尽速的来规划 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完整 一个交通配套的可行性评估 除了交通问题 郑凯玲也关切金融市围绕都更推动情况 尤其是安乐一起国宅六号基地 即将达到都更门槛 建议金融市政府协助成立招商小组 我希望说我们市府能够也进入 协同我们理事会 来共同来成立招商小组 来推荐我们或者是邀请我们的潜在的 这个基优的 我希望是基优的 潜在的投资建商来参选 我们这一次的本案的领选 谢国良表示明年成立的都更办公室将一口气 扩编到20人 希望全力推动 我目前都更的人力是不足 所以在议会通过后 感谢议会的支持 明年度我们的都更办公室 就不只是只有针对安乐一起的 这些区域 针在安乐一起其他洞的整合 我们也可以加速来进行 郑凯玲也关心双语交学 集中文理新构近700平公共设施用地 呼吁基隆市政府妥善规划运用 以发挥最大的效益 记者张琪腾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阿吉借过 阿吉借过 你那是五银角吗 怎么了的 快教我 什么五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了 赶着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 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一尺共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角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 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 暈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角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限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 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影响化碳终结者 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硬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 二、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连同任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